台灣疫情越來越嚴峻 社會大眾首都警戒 到底防疫會不會 邁向第三級 你現在還沒有升到三級 能夠讓這樣的一個 可能的一個 如果有這樣不好的情況 大家也能夠有一個 即時的因應 疫情指揮官安撫人心 總統也站上火線 再次強調 不管醫療系統 救援物資 台灣都不會垮 團結防疫守台灣 相信在大家通力合作之下 我們能再次度過 這一波疫情的挑戰 仔細看民進黨中常會 座位距離 刻意拉開成梅花座 儘管總統站出來 對國人信心喊話 但疫情超越二級警戒 要不要再提升一級 台北市的喊話 走得比中央還前面 防疫要在升級 所以現在已經進入 準第三階段的防疫工作 博客文哲的準第三級 是不是比照CDC規定 室內五人以上 室外十人以上不能聚集 除了醫院 衛生用 其他營業場所關閉 這麼嚴格 科文哲的態度又縮了回去 因為從昨天到現在 才24小時 一下子要跳那麼大步 我覺得要再觀察一下 目前北市府主辦活動 6月8號前取消 市府靠視訊 异地辦公 避免疫情擴散 只是警戒 要不要升級 朝成一團 府院同聲喊話 按指揮中心的來 不要恐慌 我們一起用最嚴謹的態度 配合指揮中心的指引來防疫 我們更要小心 但並沒有要升級 防疫 SOP 大家一定要到位 出現史上單日最高本土確診 府院同聲喊話 請安心 就怕光是警戒升級與否 就夠讓民眾吃不下 睡不著 三地新聞 由家瑋 全家瑋台的報導